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话呢我们受邀参加 EVITA11单电机版的这个 城区的NCA 自驾导航辅助系统的一个测试 这款自动驾驶的话 其实它是结合高精地图来实现的 今天的话我们在深圳 看看在这种深圳的这种 比较大城市的拥堵城区 这台车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跟我上车一起来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坐到了 这个EVITA11的车内了 然后现在目前呢 这个车辆呢已经激活了 它这个城区NCA自驾导航辅助的 这么一套系统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方 现在是有一个红绿灯 这个功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可以通过高精地图 来识别到前方的这个红绿灯 看现在是红灯 它已经识别到了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车辆是自动的来进行刹停 教练是完全没有接入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前方的这个 全眼睛仪表上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有这个红绿灯的一个标识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 就是像咱们手机的那个高德地图 其实它很多城市的红绿灯 它也是能够识别到这种 红绿灯的一个计时的 但是这种高精地图呢 其实它的识别率 是要比手机上的那个地图 要更精准一些的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灯已经变绿了 然后直接它这个程序的NCA功能的话 是自动就可以启动车辆的 识别到绿灯之后 它就自动去给油门 完全的驾驶员 是不需要进行操作的 而且这台车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的话 就是这台车的话 因为它是结合这个高精地图 来进行驾驶 所以说呢 如果前方是有左转或者右转的话呢 其实这种情况下 驾驶员也是不需要去进行介入的 它通过这种 这种无保护的左转右转的话 它是会去自动的去帮你识别和判断 前方是否可以去安全的左转和右转 所以说完全是不需要你操作 一会儿的话 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好 现在的话这个红灯马上要变成绿灯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安全的通过这个左转路口 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教练是完全没有去人为的操作这个车辆的 完全都是由它自己来去操作 而且我们看到前方还有一个紧接着左转完了是一个右转路口 因为我们现在后方是有一个慢车的 所以说它识别到了这个慢车 所以说对 而慢车停下了之后 它接到这个指定之后 它会去超超过这个慢车来进行变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方 其实这个右转弯还是比较急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过这个右转弯的时候 其实还是挺丝滑的 没有任何的这种质色的感觉 好 所以说它非常成功且安全的通过了这个刚才的左转 再加这个右转的这么一个路口 好 我们现在呢 行驶到了一条就是马路右侧有临停车辆的这种路况下 其实这台车的 城区的NCA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如果说马路两侧的临停车辆突然开门的话 其实它也是能够识别的 而且能做出一个比较有效率的紧急的一个避让 我觉得这个功能 尤其是对于新手司机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种比如说临停的车辆突然开门 如果是老司机的话 它可能能够相对沉着的来应对这个事 但是如果是新司机的话 可能突然开门吓一跳 它可能会手忙脚乱 我觉得有这个功能的话 其实大大提升了我们在城市行驶的一个安全性 好 我们前方的话呢 又遇到了一个左转的一个路口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路口它表现的怎么样 因为它是两条的左转车道 所以说相对比刚才的单独的一条的话 其实它的难度是要有增加的 好 也是非常安全气候效率的转过来了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是前方是有一个汇路 从辅路汇路到主路的这么一个路况 所以说呢 因为这台车的硬件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它搭载了三颗的激光雷达 所以说呢 就是说三颗的话 应该目前主流都是两颗 三颗的话 其实它能更好的照顾到 其实车辆后方的一些路况的一个复杂 路况的一个判断 它会更加精准 所以说呢 在这种遇见这种 从辅路辨到主路 或者说这种超车辨道的情况下 其实它是能够更精准的识别的 前方的话是要靠右行驶 对 它要进这个达道 所以说的话 它是必须得往这边辨 所以说呢 它会自动的去判断 右后方有没有符不符合辨道的一个条件 如果符合的话 它就会辨过来 如果可能后车挨的比较紧的话 它可能会等 但是如果说 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 变道的实际越来越小的话 它也可能会做一个加速的一个处理 然后尽快的去拼到这个车道内 对 刚才识别到了 前方是有一个人行横道的 所以说它做了一个减速的处理 前方这还是有一个人行横道 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继续做了一个减速 好 过了人行横道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速又提了起来 好 前方的这个路段也是一个由辅路汇入到主路 然后紧接一个交通信号灯的这么一个路段 所以我们看看它能不能够安全且有效率通过 我们前面有一个这就是一个加三的一个车辆 它识别出来了 然后给了一扇制动 但是的话 其实遇见这种加三车辆的话 其实有一些品牌 它的其实刹车是非常生硬的 但是这个艾卫塔11的话 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它是在这种安全且舒适的之间 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 因为我们汇进来的话 这条车道是最右侧车 就是右转弯的车道 但是因为我们要接下来的话 会继续执行 所以说它又做了一次变道的一个处理 然后前方的话 是一个红利灯的一个路口 所以经过这个初步的一个体验 我觉得就是说在深圳这种大城市 且车多的城区 我觉得它这套NCA的系统的话 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 暂时没有出现那种效率比较低 或者说安全性比较差 这些方面的话其实都是没有 我觉得它可能是在效率跟安全 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就是既能够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它尽可能的去提升 它这套NCA支驾导航辅助系统的一个效率 好 今天的话 其实这个城区的NCA的功能的一个体验的路段 大概是在15 16公里 整体的一个试驾时间的话 大概在20分钟左右 经过它的一个实际体验下来的话 我觉得在今天的这种 像有这种很多的红绿灯 包括这种无保护的左转右转 以及这种高难度 以及连续的变道的情况下 这台车几乎在90%的情况 它都是可以去自行去判断 以及不需要人为去介入的 你只需要轻轻的把手搭载这个方向盘就可以了 首先它的硬件是非常出色的 已经说了它全车一共有34个传感器 包括三个激光雷达和六个毫米波的雷达 这个都是它的一个基础 除此之外的话 今年阿维塔也计划大规模的推送城市的NCA的一个功能 会在上海广州深圳以及重庆 进行大规模的推送 接下来的话 可能会全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的消费 可以体现到这个城区的NCA功能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